五 古天乐版杨国 九版神雕引进内地时 可谓万人空相 李若彤的小龙玉美若天心下凡 二十五岁的古天乐 也像是书里抠出来的杨国 例如芝兰玉树 笑如朗玉入怀 凡有井水处 深渊布置两人的姑姑和过儿 古天乐的杨国 面如冠玉 见眉心目 唇红齿白 正是如潘宋玉一般的美少年 想想现在还有多少女孩 在为白骨的神言痴狂 就只一见杨国物中身这句诅咒 在古天乐身上能得到绝对的应验 其实古天乐 能将杨国演的绝妙传神 还是因为他的精力和心境 正跟杨国暗和 古天乐虽家境还算宽裕 但从小叛逆 十五岁就辍学打工 在街头做古货仔 还因抢劫服刑两年 后在一位老修女的感化下 喜心革面重新做人 从失足少年到回头浪子 古天乐的人生 也是杨国本过